沒有我先講 現在說我要講什麼 我覺得 啊這個沒辦法 我這樣 我這樣很小 然後我現在也敢說講 我最近大統合到Servo經驗 那我從大概2014年級開始做Servo 所以 不敢說很有經驗的那件事情 至少可以帶大家去比如說 什麼view啊然後工作流程 那我今天要再介紹一下Servo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我們要重新做一個交測 當然會有一些省省開亮的概念 然後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我今天也不會講類似Servo的東西 Servo還蠻廣的 然後最後跟大家講說怎麼樣 來加入Servo與採訪 其實非常的簡單 而且大家都很難思 第一個就是Servo是什麼 Servo是Mozilla用Russ寫的一個新的 平行化的Browser Manager 那特別強調是Parallel的Browser Manager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樣 這個是Intel的Skylake 的CPU 那你從這樣就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第一個你看到我們有四個CPU CPU和CPU 這CPU的全都是四個 對我們有四個CPU的型 然後呢你看到 左邊那塊跟這四個CPU 比如說加起來差不多大的是GPU 你直接做到CPU裡面 那這個東西對我們現在在做Browser有什麼東西 你如果回去看這個 這是2000年的時候 你看這些Browser 這些Browser 基本上都是2000年前後出來的 那如果你去翻一下舊的新聞 Intel第一顆雙核心的CPU推出 大概是201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那個時候在做Browser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 比較這些 就是多個CPU的平台還沒有那麼想熟 那你既然從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就沒有考慮到這個東西 之後你當然是可以加的 可是在你家都不能重新從頭寫起 然後呢平行化還有一個好處 這個 你現在有四顆CPU對不對 如果你把所有東西都丟到一顆 讓它跑到 時脈跑到最高 那相較之下 你把它工作平均分割到四顆 然後讓它每個都勾在比較低的部分 其實是比較耗電的 也就是說 你把它分散下來的話 其實是比較省電 如果你把所有東西都集中到一顆 讓它衝到 你看它有那個Turboost 它可以把一顆衝到快亮點 都一樣 那個基本上就是吃電池的超級平衡 所以現在在手機上面裡面 手機現在連QooCom的那些晶片 基本上就有多個錢 如果你能夠把它去平行丟在那裡 其實是可以省下一些省略點 所以那就回到說 為什麼我們要重新做一個Browser Engine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 好好利用這些平行物理 就是能夠平行化的硬體 然後從 因為其實Browser裡面有很多事情 是可以平行物理做的 簡單來講 比如說 我有CSSM名 我把這些ROR 套用到這些DomeELEMENT上面 這些DomeELEMENT上面 這件事情是可以拆開平行檔 我可以每一個ROR可以平行技術去上 然後 比如說我在做Layout Layout 基本上是長得像Tree一樣 我會決定說每一個ELEMENT的位置跟大型 我會是個ELEMENT 我們就上去切下來 叫另一個Script去算 然後 我們就另外一個部分切下來 在另外一個Script 算完以後 我喜歡把它整起來 那 所以 在Parallel 後面有很多的好處 那Parallel 可以讓你第一個省電 可以讓你速度變化 那 還有就是Memory Safety 就是剛剛講RUST 保證的Memory Safety 可以少掉很多 那個Browser Crash 或是Zero Day 跟人家過分子的威脅 然後Performance 一方面是速度的提升 也是比如說省電 然後 穩定性比較高這樣 那Modemality 都不用講 基本上大部分 所有的層次都想要做到Modemality 那 Servo的Modemality做得好 可以說是一個證明 就是 最初我們在做一個 叫做Web Render的一個計畫 也就是我們想要把 那個Graphics的那一塊 重新設計成一個 類似於現在的遊戲引擎的一個方法 在文革 那 這個Web Render 就可以把GPU的效果 吹到這裡 那 這個Web Render 跟舊的那個Graphics的Library 現在基本上已經快要取代它了 插一個switch 然後把它整個地方 就換掉 所以 如果你的架構設計得很可怕的話 基本上你是不太可怕 Graphics的Modem 要再換一個另外一個設計的那些 然後 還有一個強調點是 我們的Browser Engine 想要做Embedding 就是 Servo其實有一部門 Chromium的Embedding framework 就是它可以讓你 把這個Browser Engine拿來 塞在任何一個層次裡面 當作一個Component 最簡單的應用就是說 我可以自己刻一個Chrome 就是 Chrome不是指Google Chrome 就是 Browser上面 網址列啊 那些東西 我可以自己做一個新的Browser 或者是我可以把它塞在一個 手機裡面當作一個 IoT的Device 當作一個 它的一個顯示的 一個Component 所以它可以比較容易 跟其他東西在一起 那這也是以前 Gecko比較欠缺的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GPU 就是有一個WebRender 那 Browser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你看 你去看那個 Gecko的code 就知道裡面幾個 沒有辦法 你其實不太可 然後花了十幾二十年在做 所以 你現在也不可能 在一起之間說 Rust的設計得再怎麼好 你也不可能馬上 就追上Gecko進度 然後做配合完整的Browser 所以 我們現在 Divore的邏輯呢 就是 我要先挑 能夠展現出 Rust的強項的一些Component 可以有平行化的潛力 然後有Memory Safety Issue 比較嚴重的那種顯示 所以基本上就是Layout Rendering Extreme or CSS Posting 然後Network 之類的 我們會用Rust的重型 然後 這遊戲差不多是做完了 還剩什麼 沒有 沒有 JarS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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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就是GateCode的 所以沒有辦法 那邊是一個最嚴重的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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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rSender JarSender Posting JarSender 那邊我們沒做 就是直接拿到現場 那邊 用一些 OpenSS 還有一些圖形 這些都是平用的 好 那講了那麼多 不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給大家看一些簡單的 這個 比如說 我想要用 大概第一個是 平行 對 先講一個 Servo 是一個 Engine 所以呢 它開起來的時候 你基本上不會看到 那個王子列 有一些按鈕 設計列 什麼都沒有 它就是一個白白的框 然後裡面就是在Range the page 所以 我現在如果開一個 我讓大家看一下 平行的Painting 這是圍基板科 那 這三 這個顏色不同是什麼 就是我們把畫面 切成不同的區塊 然後讓不同的區塊平行的去畫 所以 我如果繼續捲 它會 它會一直切 一直重畫 那 那 它其實 它其實切法的時候 它自己決定 所以 所以 它每次要重畫的時候 它會自己重新把它切一切 然後分給不同 所以很明顯的去畫 對 那 切法是怎樣 看心情 看心情 它有 它有 怎麼看它的心情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網站 它就是 別讓社會不高興 可是 可是如果它有 Zindex那種 它也會算 它就是有 前後的 對 那個Compositor 會把它壓在一起 然後最後在 繪圖的時候 把它切開 就是Render Render出來的時候 對 但是這個東西現在按鈕掉了 所以 所以 等一下給大家看新的怎麼做 然後這個就是 Layout 我們剛剛講 Layout也有很多東西 可以承行做 所以 Layout在做什麼 Layout就是在決定說 每一個Element 的大小長多大 然後它分在哪個位置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它有不停的在閃 光光 這每個光光就是一個Element 那為什麼會有不同的顏色呢 不同的顏色就是 同一個顏色是一個Street在黃 所以 你看 這邊的這些黃色 是一個Street在算榜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Street 然後藍色又是另外一個 然後最後它們在把它 它算的這些 坐標再整合起來 對 對 Parallel Layout也可以讓你 快速的 就是 讓你的 重新Layout的速度更快 沒看到 我可以 基本上 多少放大它 重畫的速度顯示 就這樣 那 好 講到區別比較明顯的 就是 這個比較 這個比較注意力 我們最近是在做Web Rendering 那 講到Web Rendering 就是說 傳統的Graphics這個部分 就是最後你要畫 繪圖這個部分 那 以前用的所謂的這種API 叫做 immediate point 也就是說 我今天跟他說我要畫一個方塊 然後 convention time 他就畫 然後 我跟他說要畫一個深角色 他就畫 那 但是這個其實效率不高 因為就是 誰來誰 就是你想像如果我今天要做公車 我公車是 哪一個人我就開走 哪一個人我就開走 還是說 我固定的班距 每一個班距 然後 比如說這十分鐘內來的人一起上去 然後跑 那這樣是 當然是固定班距的那個效率比較高 所以 所以我們想要把後面的Graphics部分 學現在的那個遊戲以前這樣子 就是有固定的frame rate 然後我們把一些繪圖的卡 這一小段時間內 繪圖的那些 比如說60fps 那就是60分之一秒要畫的東西 集中在一起 然後一起畫下去 一起丟到GV 這樣可以讓我們的frame rate 跳得非常的高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可以讓設計師 或是做前端的人 直接就是用CSS的animation 去做這些動工去 他就不用再 因為你如果去做web 你如果以前要用Canvas 或是用webGL 他其實在API找的地方就不一樣 你的webGL 你就是在寫webGL 你還要寫shader 還要寫shader 那如果我只熟CSS 我只熟HTML 我還是可以一樣做 這邊是CPU 然後就是 你看GPU 其實使用率非常高 然後左上角 左上角的FPS 基本上都在59 又是3千 可以更高嗎 你只要100% 有一些簡單 有一些頁面是可以 你還要看一下 像是 那是Scale 對 這個 我還可以拿他看電話 對不對 為什麼他有GPU 的使用率很大 黃手前段會標高 再長下來 然後GPU就開始變高 因為他會盡量把 他會盡量把匯圖的東西 集合起來以後 丟給GPU 去跑 他就是盡量少用CPU 在做這些匯圖 有種心跳的感覺 還是會卡 還是會卡 會卡比較慢 會卡比較慢 旅行Nanda 這樣只是Air 他那個CG為什麼 不是很小啊 等一下他自己 為什麼 他都卡到了嗎 不然他會一直看 為什麼會卡到上面 很可憐 很可憐 然後這給大家看一個小 這次還有一個 這個 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其實Server 如果你自己不就覺得很好的 會發現他Low Page非常慢 這個慢是因為那個 Network那邊做得很慢 結果我們只有做到 十分九分 所以每一個 比如說每一個圖片 JS CSS 都是一個接著一個POP 所以非常快 那 所以這些都是Low Page 不過一下Server給POP Youtube的嗎 Youtube的 Youtube的 Youtube的嗎 對 應該很多人可以 可以啊很久 我們現在做的Support 最好就是 沒記版 不是只有Text 對 對 對 其實是Stream 我做得很乾淨 然後這個也是用WebRender 所以 你可以看到說 我現在好想在動啊 然後 這邊的重畫 這個Fram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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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重要 因為它 它 它 沒有算得好 那些Information 就是 丟出來就會有 對 加了Config 內建的Debug 那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 scrolling 它好像滑順 因為我會總結的速度 很快 你看我在滑的時候 左上角的速度基本上 都在60fps 我什麼CPU比較高 沒有 Composite 因為 因為它要 因為我score下去 Composite 對 如果一直留在原來這個 動的話 Composite 然後 因為我剛剛 因為你看到它現在就是一個Engine 沒有 沒有這個Chrome 我們所謂的Chrome 就是像 瀏覽器旁邊那些 那個 比如說 TorBar 然後UI 那 我們現在在6月的時候 有一個簡單的alpha release 那這個alpha release就是 我們要用一個叫做 browser.html 的 的 的一個前端 來當作它的Chrome 那這個Chrome 自己本身就是用HTML做 所以是 用HTML做browser 其實 跟以前 B2GOS的概念 剛剛那指的是 UI是用 一部網頁做出來的 對 裡面可能欠一個iPhone 對 裡面欠一個iPhone 它其實也是用MOS 包紙 不破 誒 我看哪去 誒 這樣子 誒 不知道怎麼拿去 這邊就出現了一個UIL-alpha 然後呢 我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搜尋 那你看 誒 有進度條 進度條是 特別做出來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 那上頁嗎 對 這邊是上頁 然後這邊是可以加速器 所以有線的功能嗎 有 我們有做TAB TAB TAB很炫喔 很炫喔 很炫喔 Mine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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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 Rust 裡面 input 每一個對應的東西 所以上次我會是在討論這件事情 我問一個問題 它每個 Tab 裡面有在平行 所以是假設你有三個 Tab 裡面 再切六個就是 6 乘以 3 這樣子算 還是它有一些 Schedule 了 應該有的是 Worker 好問題 其實我對於它這個 Tab 的 process 做不算缺 因為我之前都是有在處理 就是拿 Engine 之後 我滿曉得爛 今天才剛進去對不對 反正大概是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很多 CSS 啊 JavaScript 還沒進去 所以 6 月 release 它就是先把檔案 各文化會動 然後 Keyword 各文化會動 沒有 JavaScript 搞不好也是一個 B 圈 安全 最安全 最安全 那那個 AC 的上有過嗎 才關不掉 沒有 確實 明信 ACID 3 那些測試現在是有計劃 ACID 1 過啦 ACID 2 好像勉勉強應該可以過 ACID 3 還沒有 ACID 3 不是有幫忙的 JavaScript 之類的 對 ACID 3 還沒有完全 沒有幫忙的 那簡單介紹一下它的 architecture 其實跟大部分的 JavaScript 差不多 就是今天我 load page 進來吧 那 Network 那邊會去把 HTML 還有 CSS JavaScript 抓來抓 然後它會去做 parsing Parsing 出來後 HTML 會 parse 成一個 DOM 可能要把 CSS 去 load file 上去 那真的是 SILENT 這邊 那還有 我們這邊所謂 script 其實就是 JavaScript Java script 會自己改 可能它可以去改到 DOM 那 styling 把 style 套到 DOM 它每日我們會建立一個 就是中介的 data structure 就是 flow tree 那從 flow tree 其實它就是 它其實就是一些 其實就是每一個 element 的一些資訊 加上它的 style 的一些資訊 我們在從 在經過 layout 的時候開始 它的位置啊 大小啊 統統都算出來 那這邊其實平行做得非常多 那這個所有的大小 位置都算出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成一個 display list Display list 就是每一個 element 繪圖的 command 結合成一個像是樹狀的一個結構 之後再去 rendering 形成一些 layer 所以 layer 在做 composting 把它壓成一個畫面 然後 do 到後面的 那它用的 component 呢 基本上 從它的 client 看起來呢 它有實作 Chromium 的 embedding API 然後它有 profiling 的介面 跟 dev tool 的介面 你可以直接拿 Firefox 的 dev tool 去接它 它是 remote debugging 裡面做的 那你有了 embedding API 就可以把它做成 Chrome 那它裡面核心的部分呢 Network 那邊就是用 Rust 的一個 HTTP 的 library 叫 Python 然後有用 OpenSS 藍色就表示它這樣實價一下 就是外面的 OpenSSL 現成的 然後 script 這一塊主要是在處理 Done parsing Done construction 還有 Java script 執行 所以它有名叫做 HTML 然後 5F 是 HTML parser 然後 URL 是處理一些就是 URL 啊 其實就是一些比較厲害的 string 它有加一些 URL 能夠 然後 spider market 也有加一些 png 的 library 這是簡單 很多東西被拿掉 layout 這邊就是 CSS selector CSS styling 然後 CSS parser 然後後面 Graphics Composities 這邊就有用一些 2D 的 library 但是 Web Render 出來的話 我們會換掉 我們有用跟 Chrome 一樣的一個 skill 也是 2D 的圖形 沒有一些字型的東西 然後用一個叫 Gluton 它是處理 window 就是開一個 window 出來 然後把它關掉 這是剛剛說的 Browser 的 HTML 這個 Depo 做得好順 不會 不知道 這是 GIF 嗎 這是 GIF 嗎 這是 GIF 嗎 但是它是不能順 它沒有調過 調過 我在那個 iMac 大台的 iMac 上 都算很多 所以 可是我這個 Air 也不太夠力 這是剛剛說的 Web Render 我用 GACO 跑過更慢 有 GACO 我們要把 Graphics 那塊 做得像遊戲以前一樣 這是一個截圖 這是剛剛那個轉轉轉圈 證明它 它每個都是 VIV 然後你看它是用 CSS 的 style 來決定它的位置 然後一直停 一直停 那我騙你 這真的不是 WebGR 或者是 Canvas 那種東西做出來 那 社會有 DevTool 嗎 它的 DevTool 它的 DevTool 其實是開個 POR 然後你可以用 你的 Firefox 去 load 它給它 所以還是可以用 Firefox 的 DevTool 問題來 用 CSS 做的 你沒選擇會不會以 WebGR 還要緊張 然後 它的 Build System 是用 MOF 基本上可以變成 可是如果你 OpenGR 的 那些 bigger model 會 input 進去的時候 你用 DRV 要重做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 CS 會實在 比較簡單 那自己有一個 CI 系統的問題 你說沒有全貨 所以沒有全貨 沒有全貨 就是有一些 我們整塊都把它 disable 用 可是它有 sync 到 E3 對 我們會去 去拉新的 所以你是說用 什麼 IMI 設定 對對對 那 我們的 WPT test 也不是一直在 update 就是可能過過幾個來 update 一次 可是我們覺得說這面已經夠穩定 比較換在那邊 我之前看不是用 CMC 嗎 怎麼現在變 Mark 呃 裡面可能有包一些 CMC 就 Mark 還是主要是一些殼 對啊 Mark 就是 我以為這樣會改不出來 script 行嗎 debubbing 的話有可能開 time profile 然後你當然可以用 GDB RDB 那就是 RAS 寫的 可以用 GDB RDB 去做 然後有一些環境面 就讓你可以噴它的 log 啊 或者是 backtrace 出來 那簡單來說未來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六月期晚的 alpha release 用 browser 的 HTML 做一個 可以上 GitHub 就是其實就是要鋪緊 就是我們要自己可以上 GitHub 然後去開那個 server issue 然後簡易 issue 那之類 然後當然還有一部分的東西在 就是我們 每個人都會問說 那到底 server 是不是要取代 GECO 其實沒有這個 目前沒有這個計畫 因為也不太敢 那我們現在的設計就是 我們雙 兩邊就是 兩邊夾擠 比如說我們先想辦法把一些 RAS server 做比較好 然後我們已經移植到 GECO 裡面 想問一下 正式的 Wondrion Firebox 的瀏覽器 什麼時候開始用 server 就是我們沒有要 沒有把它把它換掉 對 所以我們要慢慢的把一些 做得比較好的 component 加到 GECO 裡面去 那不知道到底 到底有沒有可能把它全部換掉呢 也不一定 有沒有可能 server 把它取代掉 不一定 其實完全不知道 因為這個還有很常路要走 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兩邊夾擠 你看最後 中間裡面還有一個 GECO 那中間那個 GECO 會怎麼收起來 那你有興趣的話 這邊還有一個 LINK 可以看到更多更 UPDATE 的 WORD 這個比較 trivia 有一點 都是一些 technical 都我們現在要有的 所以移的方式是在 把 server component 用 C 包起來 然後弄進 GECO 這樣嗎 對 大致上是這樣 現在我知道 已經 LAN 進去的是一個 UR 那個 MP4 的 debux 對 它有比較小的 debux 用 vux的寫 然後那個 debux 其實它目的 一部分目的就是要確定說 GECO 的 build system 可以支援 vux的 compiler 我以為已經移到 用 FMPEG 做那部分的事情 那邊的細節我就不知道 我只有看 MPEG 而且 MPEG 那邊的細節我就不知道 我只有看 MPEG 而且 MPEG 對 我自己是 view起來 開 VUG 對 你不如先做一個 VUG 只能做 對 你最先做的 VUG VUG 反正都是這樣 PIO 它要做 網板其實有一些很影響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發現 意外的發現說 平行化可以省電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我們做了 Chromium 的 embedding API 所以 我們基本上是可以 無縫取代 WebView 這樣子 所以很希望可以 希望 只要 WebView能做 WebKit可以做就好 就可以換掉 但是 我並沒有感覺到說 現在的Priority 是要把 就是 Mobile Nexa 牆 就是重要多少 就是要熱愛 然後呢 就是回到說 為什麼要來Contreview 整個Cerval 公共產品 對 第一個就是 它真的很有趣 就是 你很少可以做到 就是 Web Browser 那 它也很有挑戰性 因為 Web Browser 非常複雜 每一塊都是一個很適合的東西 然後 說真的外面也沒有什麼 你在教這個東西 也沒有什麼實物可以學 但是 它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因為它 還相對的還滿寫的 所以它有很多 就是 很容易 Inputment的小東西 比如說 如果你寫過 JavaScript 那 你就可以去找 其實它有很多 JavaScript Java Squared 都還沒做 那 這些東西 因為它現在的 工夫們的 strategy 就是先把 那個 大家最常用的人做 那有一些 少數比較人 比較少人做的 就想 讓 Contributor 可以自由過去做 那這些東西 其實基本上都非常的簡單 就是 就是 你只要用過 它的 JavaScript 大概就是它在幹 然後你去看 那通常我們會 打一個 Tag 就是說 我們裡面 GitHub 你去選擇 有些會標準 Easy 那 Easy 通常就是 它已經有 類似的東西 已經混過 你只要去看人家的口 然後射牌一根 就可以動 那 所以它有 它有很多 你如果現在要去寫 Gecko 其實大家都已經做了 百分之 99 所以 通常都是一些很難 很去提的幫忙 所以你要 上手去解它 但是 這邊有一些就是 很簡單 然後 很容易理解 然後別人都還沒做 你可以先把它寫起來 做 那 這邊有一個 link 你可以查 several starters 它其實就是列出 所有的 good first part 那 這邊其實很搶手 所以你 你如果看到喜歡 你可以趕快去 comment 你可以說我要這個幫 對吧 就說什麼 I want to take this 有時候都沒了 馬上就可以把它站下來 然後 他們因為 就是 我們在場 重視那個 contributor 所以 所以 基本上 我也不會吹你 基本上 吹啊 都可以一直這樣 你可以 你可以站很久 然後通常就是比如說 我看你一個月都沒有在動 我就來問一下說 欸有沒有冒什麼問題啊 是不是有什麼障礙啊 我都會幫你啊 這樣子 然後永遠再不回 一個月再不回 我就把它收了 所以 所以 不要客氣 就是你看到喜歡 那 bug 你就把它站下來 那 它都在 我們說的就是在 HitHub 上面處理 所以你 就是直接去找它的each 就可以看到 你看 each裡面有一個 tag 叫做easy 你可以先解解 一些easy的 尤其真的是很簡單 比如說什麼 把變數名字給你掉 然後你馬上就給你代一個code 就是 你會出現在感覺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叫做 這個 這個部落 對 你就會出現的時候 他就會說某某人 這個月結了這個 bug 然後說 上行 是不是 為什麼不是在某樣的那個 他自己有開一個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他 他這個servo open下面 除了servo的自己本身 還有他dependency 他很多他自己dependent 的一些 component 他都是獨立開一些 比如說CSS發展就獨立 所以他裡面也很雜 就有一堆斷 所以他在某樣的 就是他功能這樣子 那簡單講一下工作流史 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說的東西 就是for git 的內容 你就把它gitone下來 然後呢 你就要開個branch 然後就你去接個bug 你開個branch 開始信號 然後你就用march build 那他可以選debug 或是release 如果你只是要玩一下 你可以不用release 或者速度會快很多 你要測試 你要用GDP進去看 就有debug 然後他有一些task的 taskwpt taskunit taskcss 那你有相對應的 你可以自己先跑 但是就算你不跑 沒關係 你可以直接上個pr 然後我們會有機器人幫你跑 但是不要浪費我們的那個cq資源 所以能夠自己先跑 先跑一下 然後上個pr以後就會接到 就是那個high-by-bug就會出來 幫你找個reviewable 那我們用一個叫做reviewable Io的一個tool 就是比較fancy一點的githubreview 通常code review 大家也都超nice 沒有人會罵你 人家說這個還可以再改一點 人家可以再寫一點 然後慢慢把它修好 最後就是把它squash在一起 然後機器人會自動把你看死 最後merge進去 那我們這邊也沒有什麼人工的部分 你那是紅燈就是紅燈 你不會來解 所以也不會有什麼進去人會back out 我還要來丟臉 反正就是機器人 會嚴格保護 那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先去解釋一些簡單的bar 那你可以直接在issue 可以直接pin那個 開bug留言 或者是像通常 比如說我們的JDM 他是一個 他專門負責engagement 他會常常在 他會在每個bug上面一直取 所以你基本上你開了 大概可能十分鐘二十分鐘就會來 就會來回覆你的bugs 所以 所以 你可以直接在githubissue上面問 一些相關的問題 就是很蠢的問題也沒關係 因為我前面也都在問 這我都看不懂啊 扣到你在哪裡 還給我指一下路 那樣子 那邊都會 現在告訴人 然後 如果你想要即時有人回覆 你就去IRC 我們有個serval channel 那也是有個mailing list 大部分有一些announcement 都會是mailing list 然後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問誰 你可以去IRC 找我 我也是在台北的時區 所以跟大家都一樣 那剩下其他 好幾個人都在美國的時區 所以 基本上是日夜連導 所以如果你半夜寫call 你可以pin他們 目前大概多少人在做 多少人在做 Core Team大概十來一個 然後Contributor 有名字有在上面 大概幾百個 去年有那個資料說 那個serval的Active Contributor 超過WebKit 我們對那個 Developer都真的很好 所以 Developer都很nice 那個 那個 國宏是跟我說 你早上的一件事情 你就是要去迴吧 就是要去搭檢 我在關心他們的Bug Bug 所以 大家還是這樣 謝謝大家 我們有什麼問題 如果 大家這個Bug看不懂 或是想要推薦Bug 也可以 那 我其實建議大家 如果你寫過前端 寫過Java Script 你可以先從 你去找那個標誌script的那種Bug 那種script的基本上是Java Script 然後那種都很簡單 就是 它如果標誌script真的就是Bug 就是一些 Java Script 一些Java Script 一些Java Script API 就把它 用Rust的來 就是 大部分 標誌script就是 相對應的東西有寫過 就馬上再講一下 那 Extension的計畫 現在有在計畫嗎 好像 在 還是說因為連控都是 只是HTML 所以也沒有必要 特別說Extension 大家都自己幹 我沒有聽到什麼Extension的東西 就是很確定 沒有很多列列的問題 那我要講一下 我要先學Rust才可以 喔 不用不用不用 呃 先學C教教 它有一些簡單的 那個 大部分它的那些Rust的東西 你都可以找到別人寫過類似 就直接超乖 還講 真的嗎 真的嗎 對 只要會撿撿貼 就會了 因為Java Script那邊的東西 比如說 呃 我舉什麼例子 Live Demo Live Demo 大家可以提招 例如說 我之前在寫那個 XML HTB Request 然後它裡面就會有一些 發展 比如說Request UIR 什麼 Readerate UIR 那Request UIR 跟Readerate UIR 感覺都差不多 只是不同Stage寫 所以你就是看一下 Readerate UIR 有你寫過 就把它招一招 然後改變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寫Rust 當然還有很多 我們的Infrastructure 基本上都是用Python來寫 所以 然後Mark也是用Python來寫 所以如果你想要寫Python 這邊也有很多東西可以寫 對 有C++的東西比較少 如果你想要寫Test的話 也是有很多HTML 和JavaScript 就是去拓展那個WPTest 所以各種語言都有 所以各種語言都有 各種語言都有 想要來這邊撿幾個Bub 這Bub的現在都很強壽 EasyBub的以下都會強壽 我記得昨天MS2 PR 才開了大概五個十個 好像天被搶這樣子 而且他根本都是一開一個系列 比如說Documents 什麼東西的 然後 所以通常就是 人家寫過第一個 後面都是長者 還有問題嗎 你的Servo還可以聽說 會成立 沒有 沒有道聽苦說 對 我跟他一樣 很期待 很期待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